川普政府通告美国国会与联合国 美国正式退出隶属于联合国的世界卫生组织 这也是川普在今年宣布退出开放天空条约后 又一撤出国际组织的不寻常举动 世卫组织有194个成员国 天空条约有35个缔约国 川普从这两个重要的世界组织撤退 充分暴露出其狭义的单边主义和孤立思维 显然不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 川普的一意孤行将是美国陷入走不出去的困境 请看报道 事实轨谀多变 极难逆料 老子里尔曾说 霍西夫索伊 夫西霍索福 政治人物在一面之间所做的决定 往往会产生不同的结局与后果 川普认为俄罗斯违反协议而退出了天空条约 先前他也是以相同理由撤下了俄罗斯所签订的联合 全面行动方案以及中程核飞弹条约 现在美国已完全撤出这三个军事限制的协议 将来在国际上还能产生什么军备影响力呢 这次川普因质疑WHO立场 倾向中国在全球抵抗新冠病毒之际冷酷退出 退出的理由令人啼笑截肥 社会组组织长久以来推动人类健康贡献捉住 不仅在抗击新冠肺炎 更致力于解决麻疹 疟疾 埃博拉 艾滋病 癌症等其他疾病 为全人类服务 始终履行向世界发布预警 为各国提供医疗和保护的职责 岂是川普所可抹杀的 岂是川普自2017年上任总统以来 领导美国所退出的各种条约和组织 都有相同的偏见与思考 就是必须要由美国主导掌控大局 并且宁可我负人不可人负我 否则就退出这个组织 从推出跨太平洋战略经济和伙伴 关系协议 巴黎气候协定 联合国小可文组织 伊朗问题全面协议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以及万国邮政联盟等等 都是川普局限于自私自利的谬思 已是美国丧失全球战略位置的优势 如果下一步再推出联合国的话 将是美国丧失自二战以来 在国际上的领导地位 与大国风范 敌动平洋